近日,位于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完成了全部内部整修工作,并公开了部分新展厅。在新的展厅内,曾与二年前首度公开的疑似国产下一代航母模型再度现身,其气势依旧无比辉红。不过与二年前相比,该舰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基本可视作是前代模型的改进型,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下一代国产航母改型的大方向。 从模型上看,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却颇为重要的改变在于,此次曝光的新模型取消了烟囱。与之前的烟囱舰岛一体化设计的国产航母模型相比,新款国产航母模型舰岛体积大为缩减。基本只有舰岛结构,全舰再无烟囱。没有烟囱说明了一件事,其航母本身是按照核动力来设计的,截至目前为止。 在全球各国航母中,只有美国和法国的核动力航母没有烟囱这一装置。因而其舰岛可以设计的相对比较小,至于英国最新型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。 其采用了独特的双舰岛设计,看起来每个舰岛也都很小。 但其实其双舰岛各有一个排烟道,原因很简单。 该机舰每个舰岛下方都有一个动力舱,需要将废弃通过烟道排出。 只是因为采用了双舰岛和双烟囱设计,所以看起来每个舰岛的体积都不大而已。 总而言之,只有标准的核动力航母才能彻底取消烟囱设计。 至于弹射器,单从模型表面难以看出其选择是蒸汽弹射还是电磁弹射,相信海军会做出适当的选择。 不过从甲板布置的舰岛机来看,此次曝光的国产航母模型与二年前相比,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二年前,该模型的甲板上曾赫然出现近似舰载型殲-20隐身战机的模型,即有人驾驶舰载战斗机由殲-20和殲-15混编而成。 而此次,舰载型殲-20没有出现,只有殲-15这一款有人舰载战斗机,取而代之的则是数量更多的舰载隐身无人机。 从今年年初开始,美国空军开始频繁测试XQ-58A隐身无人攻击机,项目名称为中程辽机。 不光是空军的F-35A,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也能遥控指挥XQ-58A作战,或意味着该机也具备成为舰载无人机的可能性。 在有人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领域,美国已经走在了技术前列,值得各国学习和追赶。 下一代国产航母改型模型舰载机配置说明了一点,即很可能以殲-15为母机。 指挥无人机作战的模式也将成为未来海军航空兵的发展重点。 一旦此模式彻底成型,则无需非要让昂贵的歼-20或歼-31上舰,相比起有人战机。 无人机的体积和重量都相对较小,因而占用飞行甲板和机库的面积也要小很多。 这就意味着航母能够装载比有人驾驶战机数量更多的舰载机。 不仅如此,除了航母本身的搭载量外,包括国产4.5万吨级的901型综合部级舰内说不定也能以散舰或折叠形式携带部分舰载无人机。 可及时补充航母战斗所需,整体看来,未来的国产航母或有望搭载总数达上百家的舰载机,除了部分歼-15、预警机和反潜直升机外,大部分都可能由无人机组成。 当然,将舰载机大部分无人化还说明一点,即航母的通信与控制系统需要经过大规模升级改造。 以保证除了身为母机的歼-15之外,航母本身也能对一定范围内核数量的无人机进行有效控制。 如此才算是万无一失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